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全世界对农历新年或者叫中国新年或春节的庆祝越来越普遍了 在那些没有东方血统的天主教有中间也是如此 一些人会说农历新年不过是庆祝一个农历年的开始 农历年是以月相为标准来定立的 自然与以太阳的位置定立的公历年的开始时期应该是不同的 而且对农历年的庆祝也可以基督教化 可以作为一个基督教占礼来庆祝 我必须要先讲清楚一点 就是天主教有时可以观测月相的 每年复活节的日期就是以这个方法来确立 而猎户渔民也需要通过观测月相来进行日常的狩猎和捕鱼活动 然而农历新年不仅仅是一个世俗的节日 而是根植远东异教信仰的宗教节日 在一些远东的异教当中 每年是以十二生肖中的其中一个生肖来命名的 生肖的种类在各种传统中不尽相同 但是共同点是每个生肖不只是生物学上讲的动物 而是异教中的封产神 比如在中国和越南的生肖中都有龙 而这两个民族中的异教徒都相信 龙是掌管雷雨汗烙进而左右粮食生产的神 因此呢 对农历新年的庆祝本身就违反了天主十戒中的第一戒 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在英语词汇中呢 也有常用词带有异教神的名字 比如Thursday 星期四 就是根据北欧异教中的雷神索尔命名的 但是根据同样的原则 英语世界中的教友们不会或至少不应该在每个周四朝拜雷神索尔 周四举办的弥赛呢 也不可加入雷神索尔崇拜的人数 在农历信念这个问题上呢 即使所谓基督教化的庆祝方式 新春弥撒 也为礼仪无用敞开了大门 在所谓新春弥撒中呢 礼仪色红色 常被根据远东异教传统 勿用为象征好运和物质丰富的颜色 而不是根据天主教的神圣传统来使用 其他形式的异教崇拜方式 也常在这类礼仪中被采用 但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天主十戒的前三戒 禁止我们教友对伪天主进行真实的朝拜 也禁止我们对真天主进行虚假的朝拜 这些礼仪勿用就是对唯一的真天主献上虚假的敬拜 这是在严重问题上犯的罪 可能会使弥撒无效 甚至会亵渎祭台圣堂 而且毫无疑问的会违及到个人的信仰 事实上慈母教会有他感谢天主在上一年里所赐的祝福 并祈求天主在下一个季节中赐下更多恩宠的方式 这个方式就是守四季宅期 而不是庆祝任何世俗或异教的新年 在实际生活中 你能否真正避免庆祝农历新年呢 有时也取决于你个人的生活状态 通常远东家庭会在家中庆祝农历新年 那么如果父母决定在自己家里庆祝这个异教节日呢 这个家中的小孩子就不太可能逃出家门来躲避这种庆祝了 如果一个修院的院长要在修院中庆祝农历新年的话呢 那么修生们有时也很难避免的去参与修院的这项活动 不过任何家庆的家长都没有任何理由在自己的家里庆祝农历新年 圣勇九十五篇五节 万邦的众神尽是魔鬼 作为一名家长 如果在家里庆祝异教节日 就是要把不节的恶灵 邀请到家中 好 总结一下 就是领过喜的天主教徒呢 要尽其所能地远离对农历新年及任何异教节日的庆祝 如果你还有任何问题呢 敬请在下方留言 或发送至我的信箱 欢迎大家收听《问问传教士》的第一集 并请期待后续更多类似的podcast 最后呢 请让我们祈祷 并投奔至圣母的护佑之下 好让我们在面临现世的种种危险的时候呢 能够从天主那里得此必要的重用 Ie noni Patris, Filii Inspirsanti, Amen Suntum Presidium Confugimus Sancta Dei Genitrix Nostras Deprecationes, Nedisplicias, Innecestativus Seda Predis Curis Contis Liberanos Sempre, Vergo Gloriosa et Benedicta Divinum Auxilium Mania Sempre Nobis Cum Amen